花蓮县客属会第十七届会员大会六号在永丰餐厅举行 同时举行了李监视选举还有李市长的选举 由现任李市长邓菊妹蝉联李市长 花蓮县客属会六号是在永丰餐厅举办了第十七届的会员大会 并且进行第十七届李监视以及李市长的选举 李市长邓菊妹获得全数十五票李市的支持 继续连任李市长 副理市长邱昆成 常务理市黄信龙 邱子慧 邱泰真 而县长徐真伟 花蓮市长魏嘉贤 都前往表达了祝贺之意 我们已经差不多把十三乡镇的客属会 各个这个客家推展的无论语言 文化音乐舞蹈舞情 终极入路区域开班 我想这就是我们希望把 特殊的文化传承 透过客社团带在客乡镇来推广 在这边我感谢所有的原本 今天定时期的会员大会是在1月23号要开 但是为了疫情的部分 我们连到3月6号 在这里我非常地感谢各位 在这里我要感谢的是我们花蓮县 客家事务处 市长以及我们的客委会 还有我们所有的议认的理事长 已经变成了这么好的议助 理事长邓菊妹感谢所有的会员 以及各级长官的协助 让客属会致力于客家文化传承的工作 可以顺利的来进行 而在未来也会努力的服务 让会务蓬勃发展 服务更多的客家乡亲 记者吉安乡综合报道